清远寺 赵氏带着苏晓菱在庙门等候 眼看过了邀约时间 燕家还没到 可能他有什么事情耽搁了一会儿 咱们再等等 苏晓菱乖巧地点点头 如果只是迟了半炷香时间 赵氏还觉得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一下 但眼看着两刻钟过去 燕家的人还没出现 赵氏就没法自欺欺人了 赵氏有些不悦了 就想带着苏晓菱走 嗯 娘应该很快就来了 咱们再等一下吧 可能是燕家婶婶有事情来不了了 没事 咱们不等了 进去上了香就回家 他们才转身 就听到身后传来了喊声 苏家的 等等 等等我们 苏晓菱和赵氏顿住脚步 赵氏皱了皱眉头 晓菱 你悄悄看两眼 要是看不受 娘就会毁绝了这事 怎么就这么凑巧 她刚好不想等了 要进去了 燕家的人就出现了 不过 等了那么久 左顾右盼也见不到人 燕家起的什么心思 再明显不过 苏晓菱淡淡点头 燕母张氏已经带着儿子燕武走过来了 同时 她身边还有三个生面孔的妇人 赵氏对燕家的好感已经没有了 这样的场合早就说好了不带外人来 张氏一点也不受信用 苏家的 不好意思啊 我这儿和几个亲戚撞一起了 所以就一块儿来了 你可别介意啊 走 咱们进去上香去吧 我听说呀 这个寺庙的斋饭不错呢 我请你们母女吃斋饭 啊 这就是小灵丫头吧 长得个真水灵 我这一看啊 就喜欢得紧 好似我亲女儿一样啊 你说笑了 我看你现在也不太方便 左右也没有什么事情 你也不用管我们 我带着小灵上了香就回去了 就这样吧 哎呀 你这说的哪里话 这么见外干什么啦 大家都是姐妹 左右也不是外人 咱们就一起吃个饭嘛 好姐妹 别见外了 走走走 吃个饭嘛 哎哟 对呀 对呀 咱们遇到就是缘分 我们都很好相处的嘛 几人你一句我一句 完全没有给赵氏回嘴的余地 烟雾眼神落在苏小灵身上好几次 她勾唇笑了笑跟了上去 老实说 苏小灵这样的女子 她是非常满意的 最重要的是 苏家现在出了两位举人老爷 给他家做孤爷 好处肯定是少不了的 就这一个人都没有看见 所以不错了 然后你不应该试听 几人老爷 二刀 我好伤认